我们两个人相处两年多了 一开始都挺好的 但是后来我觉得她越来越自私 我们明年就毕业了 我面试成功了 她屡次面试都不成功 我觉得她可以不做这份工作 但是她却听不进我说任何话 自从她面试成功以后 对我不管不顾的 什么忙也不帮我 只知道管自己的事情 她现在跟一个学长走得特别近 甚至我觉得那个学长有取代我的意思 我真的特别苦恼 她不帮我还不允许别人帮我了 天天就因为这些事跟我吵架 我觉得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你不帮我还不让别人帮我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刘先生22岁 来自山东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张女士22岁 同样来自山东学生 来有请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最后是你的心里话 你不帮我还不让别人帮我 为什么 是你想说的 对 你们什么专业 我们是空中乘务 你已经被招走了是吧 对 已经面上公司了 你现在还没有是吧 没有 怎么了呢 我们俩已经谈两年多了 我现在已经面上公司了 但是她还没有面上 我就寻思了一个小女孩 我们两家都是山东的 然后一个小女孩在这安安问问 上学拿毕业证 回家干点小买卖 什么不行啊 非得到处飞来飞去的 那你为啥飞来飞去的呢 因为我喜欢这个工作 你喜欢吗 我也喜欢这个工作 那为啥人家不行呢 家里两个成天飞来飞去的 家里谁照顾着 这是我的梦想啊 行 基本了解了啊 你现在有工作了 对吧 你不希望她再从事这份工作 是这意思吧 所以女生就有抱怨了 接下来说说这学长的事吧 这个学长就有面试的经验 他可以传授我 各个地方有面试 他可以告诉我 别听她在这说的 怪我听的 两个人成天拿着去 出去学习的幌子 两个人到处去玩 什么也背着我 那你为什么不陪她去呢 因为我又想让她在安安问 你不要那么自私好吗 你自己面试上航空公司了 就不让我面试了是吗 反正你面不上公司 咱然都推我身上 都是我的错 就你的错 你和那学长啥事也没有 你希望她没有事吗 这不是我吸不希望 就是她 她是我女朋友 我是她男朋友 她现在什么事都背着我 那你陪她去呗 她就不想让我做这个工作 那她管你吗 面试的事情她知道 我告诉她 我什么又知道 你和学长去面试了 你跟我说 你和你同学 去面试啊 我是跟我闺蜜去面试的 那学长是怎么回事 我晕了 智商不够了 他就和我一块去 然后我邀我这个闺蜜 我们三个一块去的 他陪你们俩去 是吧 对 整个事我啥也不知道 我只叫他和他闺蜜去 不知道有个学长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朋友 跟他一块去面试那个公司 我朋友回来说 你女朋友跟那个学长一块 我说他也没跟我说 他就各种阻拦我去面试 你也别说这些话 我就是信任他 把东西交给他 还让他帮我复印 他又给我弄丢了 咋丢了呢 那么重要的文件 我就去网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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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挺好的 那你父母知道他不让你飞这件事吗 我爸妈知道 我爸也不想让我飞 就觉得家里就我一个嘛 所以其实他跟你爸是一伙的 对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学长特别支持你 对吧 学长有女朋友吗 学长没有 学长跟你说过 想让你当他女朋友吗 说过吧 但是我 说过 说过 这姑娘说实话 说过了 然后呢 但是我就是我也有男朋友 我俩关系也挺好的 你还真有男朋友呢 我已经都忘了这个事了呢 但是我跟他说过 我就是我跟我男朋友 现在关系特别好 我就把你当成我一个学长 就你都是做这个行业的 然后我也想飞 就你能传授过的经验 然后学长怎么说的 学长就说 就知道了以后 跟我保持一下距离 就只在这个工作上 学习上帮助我 老地 老地 老地